呃... 我今天要講的是那個... 湯匙 製作湯匙 呃...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是那邊...下面 下面的3GB 哪裡? 嗯... 這個是從下面的按鈕放出來 對...不是...那麼下面 是中間在... 這樣子 也不是啦...沒關係 如果可以的話就不再做 這樣不行啊 為什麼會有這個 欸...等一下...你是不是又拉出一個 好...你又拉出一個了 對...現在又拉出一個 但是...你拉掉了 不要變掉就好了 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湯匙 然後...我們先切到... 上方式 然後... 呃...我們來把... 這個 然後...我們先切到編輯模式 然後... 把這個... 把這個方塊給... 把這個形體給弄掉 然後把名稱改成... Spoon 然後呢...我們用... 畫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然後...我們首先先用... 一個...Mirror 然後... 然後... 我們按住Ctrl 然後... 滑鼠又... 左鍵 然後就可以開始畫 喔...對... 這裡...這裡要先切到... 這個... 這樣它... 才會有顯示那個... 顯示那個... 那個什麼... 另外一面出來 然後我們先畫... 畫出一個湯匙的形狀 然後... 然後我們把它拉一下 好啦... 在後面做那個... 這種效果 然後做完之後呢 我們先切到 物件模式 然後把它 讓它先出來 然後再切回編輯 這樣另外一邊就可以就可以看得到了 然後我們要讓兩個 兩個端點給它有連結 所以我們用 這個 make edge 然後它就會把它連起來 然後接下來點這個 然後按住shift 右鍵點另外一個點 然後把它 給編起來 這樣湯匙大致上形體 就做好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給它填充 呃...我們給它填充 我們先用fit 呃...我們要先把它全選起來 然後再把它填充 按住 按A可以讓它全選 填充 呃...怎麼只有這裡啊 沒關係...那... 那我們就一個點... 就是...讓 對面的那個點 把它互相連結 點住這個點 然後我們用 這個 這樣它就會連起來 然後我們只要按F就好了 就是...對...其實不用按到那邊 其實不用按到那邊 呃... 然後把它拉過來一點 好... 我們整隻都連起來之後呢 我們要給它... 給它有一個... 讓它... 因為這只是線段而已 然後我們要... 讓它裡面... 有像物體一樣的表面 所以我們用這個... make face 喔...我又沒有...我又沒有全選 就是要先全選 這樣... 然後我們切回這個... 這樣子... 這樣子... 表面就做好了 但是它還是... 一個很扁的這樣... 看起來很扁 對... 喔... 然後呢... 欸... 做好之後... 好... 先把它... 看一個這個... 然後我們要把它拉起來嘛 因為它現在太扁了 所以我們要... 直接按著這個... 呃...不對... 按住1 然後可以... 我們可以把它... 擠壓上來 然後... 我們XY軸如果有變的話 它就是... 呃... 就是變得奇怪 欸... 啊... 好像看不太出來 哼... 沒什麼變 沒關係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調... 寬度調成0.10 這樣感覺比較像一隻湯匙 然後... 然後... 我們要讓它... 感覺起來... 是... 那... 光滑的平面 然後我們... 呃... 應該在這裡先把它... 變成光滑的感覺 先把它變成光滑 然後... 如果這個... 數字越多的話 它就是... 讓它... 感覺越... 平滑 然後... 我們先切到物件模式讓它... 讓它... 讓它形成出來 然後再切尾編輯模式 你看... 它的... 它的那個... 上面的點就會變多了 然後就會變... 變得更正實 然後我們用1把它擠壓出來 像剛剛那樣子 把它調成0.4 然後... 湯匙要凹... 凹去... 那個... 就是凹凸不平的感覺 然後... 我們... 先... 可以找到中心點 感覺這裡是中心點 先點到這個點 然後... 我們用... 那個... 形狀的那個... 來... 改變它 你看這個... 它就會凹下去的感覺 但是我們要大一點 所以我們... 用滑鼠滾輪控制這個... 變大的那個... 感覺 然後... 我們大概... 這樣子... 這樣子... 感覺會比較好一點 好... 然後呢... 因為就只有前面改變而已 所以我們... 後面也要改變一下 就按住Shift 然後用滾輪這邊 可以移動它 然後... 我們也是... 控制後面這個 然後... 把它拿過來一點 然後... 也是一樣的 用這個 這樣子... 這裡會有變動 但是我們要... 讓它... 大一點 這樣子 這樣更像... 一隻湯匙的感覺 對... 就是... 好... 然後... 大致上這樣做好之後呢 我們... 做完之後 我們再給它... 全一圈起來 我們用一個... 喔... 我們先切回物件模式先看一下 嗯... 要怎麼看呢 但是你看... 它的... 表面還是... 還是很... 欸... 那怎麼講... 就不光滑 所以我們要讓它再... 再做一次剛剛那個... 讓它光滑那個... 我們讓它更光滑一點 對... 這樣它越驅真實 就看起來很像這裡 就看起來很像這裡 對... 然後... 我們... 這樣我們湯匙就做好了 所以... 最好是用Smoose... 其實我們不是全部都靠那個... 多面裡去做 這樣子到時候會跑不動 沒有... 用Smoose會比較好 那... 你先錄...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是剛剛它錄的... 比較最好 這個喔... 對... 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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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ssa... 這裡... 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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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